正常都120级啊 全是年轻人 你看 如何预防老年病的年轻化 凡凡你来急诊看一天 回去好好做个人 哎呀 这句话太帅了 记下来这句话 大家都看见 运人倾怒的offer 3 第九期节目 看年十足 偶像周深和毛布衣 还在节目中 首次尝试了神奇奇就爆发 画风不是一般的老象 足以载入华语乐团的史册 而在接下来的剧情当中 是今生要到驿站的活动现场 遇到的运动 远比我们想象当中的处处杂 一共有三个工作区 张恰 高尚 谢续超 在报告解读区 彭琛 李金明 刘畅 在科普部路道剧区 李不言和汪伟桑 正是负责分枕工作 在队长张恬的带领下 每一部安排的很到位 再次获得了周深的方形 特别有学生会主席的方形 正是开始后 张恰毛的不肯开交 再看金明跟风声这边 连个人都没有 跟其他两个区域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只有路过的一个群众 周深情绪评出 觉得只有路过的还好 有一个反而显得更冷静了 好在卢霄及时 找到了一个大喇叭 打开了地摊模式 还让社交小大人 高想出动 出动拉人 毕竟他是唯一一个东北人 对皮图不过比谁都强 心肺不足够演示开始靠谱 一出好戏才刚刚拉开学末 张恬在给大爷大妈演示的过程当中 场外的周深也跟着学了起来 显得知欲感靠谱 讲到节奏时 再次响起了火星的最绝民族风 来了 重点来了 登登登登 那个节奏其实就是 红绣和按压的一个节奏 这个旋律他就能记住这频率了 这种方法确实不错 只要记住这首歌的旋律 就能把按压的频率掌握好 让群众全部都参与其中 方法值得很多城市提倡 不难发现 在他们接审的众多人群当中 高血压几乎都是一些年轻人 真的是老年病不知不觉中中年化了 很多人都不以为然 结果两碗血压后当场傻掉 喜剧人李不妍还在现场进行了脱口秀表演 张建民对其表示 越看越像是在卖狗皮膏药 这酒 这饼拿 多吃蔬菜 他讲得很认真 哇 他做了个PPT 在卖狗皮膏药一样 好精准 主要是他演讲的对象都是一些未成年的小孩子 无疑是对牛弹琴 瞎耽误功夫 画风确实很像街头满意 活动结束后 实习生并没有跳广场舞 从卢小口中可以得知 不是不想跳 而是实习生们的体力已经跟不上了 也是 预防老年病年轻化 从最年轻的娃开始抓起 看完他们在活动中的表现后 演播室的加油团展开了深度讨论 让胡海权印象最深的是张恰 表现得很稳 作为一位队长把该做的都做到位了 陶勇喜欢谢徐超 看重他的营销文案 而易立静依旧看好喜剧人李博言 原因也并不复杂 因为从头到尾他都没有粗糙对待 聊到超过一年没有体检这个话题时 只有毛不易没有拘手 别人没有检查不清楚 但周深有没有检查情有可原 生理都清楚 一年365天 周深几乎每天都在忙于工作 所以健康问题 一直都是粉丝们特别关注的一个事情 现场超过一年没体检的 请举手 那你能不能承诺我们从今天开始 最近什么时候能去体检 哇 那就明天吧 又不过个年再说 理由很重 是哪个年呢 过明天 周深还跟屏幕前的观众做了一个梦幻联动 让超过一年没有体检的朋友 全部都在弹幕中打一 那我们看节目的 如果超过一年没有体检请打一 还请多一 此话一出 满屏幕都飘着一 此时 胡海泉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让周深承诺大家 最近什么时候可以去体检 万万没想到 皆跟小王子回了一句 过个年再说 理由很充分 但站不住脚 玩笑归玩笑 在这里还是特别希望偶像周深 可以注重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 相信这也是很多生命的新生 张恰和冯琛想用相声的方式来演讲 秒遍德云社相声演员 逗笑全场加油团 一个棚一个逗 光听他们俩介绍 就给人感觉特别有意思 我们可以在周深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得到很深层的一些感悟 每期节目都值得我们二刷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